我是蔣家文 我的職業是一個演員 我是人際醫院第一間中學 林伯恩中學畢業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是參與學校的戲劇組 自己覺得人際的教育 是可以啟發自己 對演戲這方面的興趣 也可以確定自己 將來應該如何走自己的路 學校每一個地方 都很有回憶 想回以前的校園生活 可以說是很溫暖 因為讀書的時候 只會覺得是 一個學生和老師的關係 到畢業之後 會慢慢覺得 其實是一個家人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人際教育特別的地方 就是主要發掘學生的潛能 因為不僅著重在學業上的成績 現在的課外活動 比以前再多元化很多 讓學生在未出來社會的時候 都可以接觸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從而發掘對那方面的興趣 人際教育機構 它在學科方面 不僅是聚知要學生 要怎樣服輸都怎樣聰明 它在其他方面的課外活動 和一些興趣的班 亦都可以造有到我們的同學 透過這個課外活動 而令到它在學養方面 或者學術方面 是有所發展 我看到就是人際機構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人際醫院的屬校 都提供很多機會 給不同的同學發展 像家文那樣 他在讀書的時候 參加我們學校的戲劇組 我們都會聘請一些專業的導師 那時候我記得 這些導師對家文都有一些指點 我們學校都會重視生涯規劃 通過這個生涯規劃 令到同學知道自己的志向 畢業之後 可能都會嘗試一下 投身這方面的工作 我希望人際教育 可以繼續秉承尊人際制這個理念 培育出更多的優質學生 為社會提供更多的人材 人際自1970年代開始 輕學育才 至今有23間學校 包括六間中學 五間小學 兩間幼稚園 和十間幼稚園 企幼兒中心 學生總人數超過7000 人際以人者全心 制製利重的精神白學 分以學生 專人制製 因此特別關注 德育及公民教育 當年來積極建構健康校園 推廣關愛共融 培育學生關心社會 認識國情 放眼世界 人際一直致力提供優質教育服務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 而且豐富的學習經歷 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屬校更恩財師教 設計具特色的校本課程 例如開創學界第一間創客空間 編寫STEM課程 開辦創藝大道課程 為學生提供系統及專業的影藝訓練等等 以協助學生裝備自己 迎接未來的挑戰